马基今天很反常 偷偷剪掉报纸的休闲娱乐版 侯莫打电话的时候 他打开吸尘器 闲暇的时候 马基还抽烟 他要把侯莫跟外界的各种感官联系全部切断 侯莫感到可疑 立刻打开门 闻到了分钟辣椒粉和碎牛肉的味道 天哪 是他最喜欢的辣椒酱烹饪比赛 马基不想让他参加这个活动 是有原因的 上次他喝大了 用棉花糖做了剩衣服 对街坊邻居嘲笑了半年 既然拦不住 马基只能和侯莫提前约定 这次不能喝啤酒 侯莫爽快地答应 比起喝酒 他更想挑战辣椒酱 他的嘴在春天正是出了名的铁 辣椒酱够不够味 最高的审判标准就是侯莫 侯莫的出现 让每个辣椒酱制作者都提高了解僻 他带着特制的加大勺 先从弗兰德的辣椒酱尝起来 这号称五级辣的酱 在侯莫品来只有二级 是可耻的营销谎言 侯莫又去尝了老模子的酱 这清淡的 网东人都不会吃 他拿着勺子 变腻整个赛场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警长莫莫戴上防护镜和手套 今年他要挑战侯莫的铁嘴 锅里的辣椒闪烁着树萨的红光 侯莫不自觉地被吸引过来 警长表示他有毕生的把握 因为今年的辣椒来自 威地马拉精神病院旁边 号称辣椒中的科技鱼狠无 侯莫不屑 由太多辣椒试图挑战他的嘴 是不太一样 与其说他是辣椒 不如说这是岩浆 诱惑是吃了岩浆果实的辣椒 带着恶魔的诅咒 是任何嘴巴都无法承受的疯狂 红莫的舌头像是被附魔 雪糕根本无法靠近 唯有啤酒能救他一命 但是马基的出现打乱了计划 说好的不喝啤酒呢 他很生气地走开 红莫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只能改喝冰水 当他误拿起竹台的时候 旁边的孩子提醒他 那是蜡烛哦 红莫灵感炸裂 歪主意 他来了 扬起脖子 灌下一口辣 如果你能忍受辣叶的高温 冷却后 他将会化身铠甲作为回馈 像是给铁嘴又加了一层防火墙 他再次来到警长的辣椒摊前 要拿回属于他的不败神话 红莫整根吞下了岩浆般的辣椒 毫无反应 为了彻底粉碎警长的得意 他接连吞下了几根岩浆椒 春天正的街坊 看得目瞪狗呆 像是仰望不可撼动的神 红莫大闹一场 在众人的注目里中悄然离去 但肚子里的动静却不太妙 岩浆椒不屈的灵魂在呐喊 已经不是简单的疼痛能够形容 那是百转千回的揪心 红莫向弗兰德求救 却看到无数个小胡子 他已经疼到产生幻觉 周围的人全部变得很古怪 这吃的不是辣椒 而是恶魔 红莫一口气跑了好远 还是没有缓解 好像来到了动漫世界 一切都很不真实 诶不对 我不就是在动漫里吗 那就是来到了 划分不一样的动漫世界 之前还是有些写实的 现在就是很写意 什么牛鬼蛇神随时出来 自己的身体也像流体一盘 太阳跟着自己的脚步移动 我就是主宰世界的神 红莫感觉自己被困在这里了 他用石头摆出求救的信号 还错把乌龟当成石头 乌龟爬了一行字 说跟我走 红莫跟着乌龟 但他走得太慢 索性帮他一脚 红莫的步伐从未如此轻快 跑出个虎虎声位 跑出个一日千里 没有问题 乌龟让他去爬眼前的小台阶 问题不大 但是小台阶变成了金字塔 问题有点大 他气转续续爬了很久 终于登顶 马基在这里等着 红莫拼命的围着他转 但就是看不到头 那只是个幻象 天上的月亮星辰化成狼 他说自己是精神向导 你若想获得平和 想要变得完整 就要找到你的灵魂伴侣 红莫说 马基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一场离奇的大梦 结束于火车的撞击 红莫在高尔夫球场醒来 哪有什么金字塔 明明是个高尔夫酒店 这条狗子可能就是那头狼 红莫意犹未见地回家了 毫无疑问 马基非常神奇 说好的不喝酒 你还是大醉 在外面胡闹了一夜 红莫说 我真的没喝酒 只是去了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你得相信我呀 我的灵魂伴侣 扮你个鬼呀 信不信我把你魂给打出来 红莫突然焦虑了 也不能寐 马基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莫非他不是我的灵魂伴侣 他仔细想了想 夫妻俩的爱好 重合度很低 活了半辈子才发现 整变人不匹配 红莫有点失望 离家出走了 他想去找灵魂伴侣 如果马基不是我的灵魂伴侣 那谁是呢 卖家具的说 我就是个销售 你要是不买沙发 就滚好吗 红莫问酒吧的朋友 是不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不问不知道 他们很多连朋友都算不上 红莫去报纸上找灵魂伴侣 有个小伙子登报找朋友 打电话过去 对方说在宾馆大床房等他 父亲 红莫对当代社会的肤浅 表示失望 红莫听从内心的指引 不停地寻找 结果却像是一盆大雨 扣在头上 彻骨的孤独 即将从内部击垮这个胖子 红莫眼前突然一亮 灯塔的光闪耀着希望 灯塔看守人 应该是和我一样孤独的人 我们必然一定肯定能擦出火花 红莫顶着风雨踏浪而去 冲进灯塔 200多斤的胖子飞速登顶 结果这里根本没人 是一台电脑控制着信号灯 红莫哭天喊地 缺卸自己的孤独 世界那么大 我连个灵魂伴侣都没有 漆黑的海面上 突然出现一条孤船 这会不会是我的灵魂伴侣 红莫想了想 如果你真的是灵魂伴侣 根本不需要灯的指引也会过来 于是他把灯给砸了 船长望着前面突然的漆黑 刚才的光照肯定是幻觉吧 继续往前开 红莫在黑暗中等候灵魂伴侣的造访 门果然开了 进来的却是马基 红莫就很奇怪 你怎么找到我的 马基说 车子在家 你肯定是不行 这么懒的人肯定走下坡路 那就是春天正往西的方向 走到海边看到灯塔 我想起来 你很喜欢闪闪的灯光 红莫说 我以为你不是我的灵魂伴侣 想不到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你 马基表示 我们表面上有很多不同 但是默契早已深入骨血 红莫说 咱们得赶紧把灯泡装上 不然灵魂伴侣的灵魂都该升天了 马基找的灯泡即时点亮灯塔 船长下令一个急转弯 避开这两个秀恩爱的家伙 每当感情不顺的时候 人往往会想找个灵魂伴侣 来包容自己的一切 听起来很美好 但仔细想想 包容一切 就是好的坏的都要包容 你做的好的 何须别人包容 无非是希望灵魂伴侣 能包容你的错误 所以这大概率是一种自私的愿望 幻想有那么一个人 在他面前 自己的错误也能成为美好 这样就不用为自己的错误 难堪和买单 相比之下 眼前那个嫌弃你犯错的人 可不就成了罪人 用虚构的完美 来审判令人不悦的现实 现实必然是有罪的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